不是本金属的而已 在庭的人 大家都是大法典 基隆知名的尼克美利 一美总裁白又云 跟三军总议院基隆分院 骨科主任郭俊宁博士 长期投入骨科议诊的公益活动 获得各界认同 因此这个骨科诊所 继复健中心开幕仪式上 贵宾云集 包括国策顾问童勇 立委蔡世英 议长童子伟 副议长杨秀玉 跟多位市议员 以及卫生局长张贤正 社会处处长杨玉兴 武党籍立委参选人王醒之等人 都共同来祝福 其实过去这几年 我们也曾经在 基隆市的各个里的活动中心 举办骨科的巡回议诊 那这些年来 我们深深的发觉到 对基隆市的市民来讲 因为老人化比较高的关系 所以基隆市的骨科的需求是很高的 也因此我的好朋友 他也特别成立了基隆骨科诊所 那我今天过来 这边就是来给他祝福 那我也期待 借着基隆骨科诊所的成立 我们未来继续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我们骨科的一诊继续推动 第二件事情是让大家有个更好的 在基隆享受医疗品质的地方 可以分散我们各大医疗院所的医疗资源 因为如果你到 譬如说长根布基等等三种 都要排队排很久 然后这个还有一些交通的问题 我想市区就近有一个骨科诊所 可以照顾大家 我想这对整个社会 还有我们对医疗资源的分散 都有非常正面的一个帮助 我想我们期待 我们有这个白姐这样子的努力 那我们可以发挥更多的一个爱心 那我想我们基隆市议会 来非常多的议员 我们旁边有这个洪生友议员 许瑞池议员 吴华嘉议员等等 共同来支持 我们长者在这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整骨也好 或是这个骨头的一些附件 这方面真的还是很需要的 所以谢谢我们基隆这个骨科诊所 今天的开幕 让我们这个基隆的长者 有更多的一些附件的一个场域 谢谢他们 那今天基隆主车附件中心在这边开业 可以加回我们基隆市所有的长辈 我现在做的是电疗 然后电疗的部分就是因为 让那个肌肉就是有那个收缩的感觉 然后通常就是来放松一下也蛮好的 我经营医疗院所已经20年了 但是以前我都非常疏忽 骨质疏松这方面的知识 那等到我105年的时候 我跌倒骨折 然后才发觉到这个骨质疏松的重要性 所以我也跟三种建教合作 又办了四十几场的骨科议诊 那每一区 金融市的每一区我们都有举办过 但是发觉到金融市真的很建议 我们一个比较优质的骨科诊所 所以我也发觉到我们三种的 郭医师的骨科 他们的学长学弟 也都非常有医德 而且医术方面都是非常优质 所以我才决定是说 应着相亲的需求 能够邀请我们的郭医师 来为我们的相亲更多的相亲服务 病人如果腰很痛 急性椎间盘突出 其实在教科书上写说 这是九成是不用手术的 那因为有时候你虽然很痛 急 然后他就会去手术 结果手术后造成了并发症 反而会让病人更不舒服 所以我们这个诊所的目的就是 你可以先来看看 然后我们会选择最适当的治疗 我们的理念是如果有100种方式 可以让病人不用手术 我们会尝试101种 直到真的不行 我们再考虑手术 但如果真的手术之后呢 后续也很重要 就是手术之后怎么搭配 就选择最正确的手术 搭配最好的附件 让病人可以得到术后最好最好的恢复 市民有很多多元的需求 所以我们乐见有一个新的伙伴 那郭医师原本在基隆也耕耘很久 那也知道我们基隆是长辈的需求 那相信未来不管是在 透过门诊的治疗 那药物或者是一些附件的安排 都可以提供我们长辈比较好的照顾 因为也知道白总市长长期以来 其实会串联双北各式各样 不同的医疗资源到基隆来 其实为基隆的奉献也很多 那不只是在医疗事业上的奉献 我们私底下也会跟白总市长互动 讨论有关生命线 类似像这样的公益事业 在基隆如何继续往前发展 那白总市长当然也是非常不遗余力的 在协助基隆跟推动基隆 让基隆更好 基隆地区营法人口越来越多 因此各界都乐于医疗资源的丰富 与多元化 让民众就医能够更加便利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认渡rz子瓶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资源